好的 主播呢 发生在这个福建龙岩市 这个永定的台湾团翻车意外呢 一死两重伤 目前呢 这个重伤的伤患呢 是被分别安排在这个永定的先医院 还有这个第一医院 那么由于呢 这个重伤的伤患呢 他们的这个情况比较稍微的严重一点 所以他们目前呢 是分别的这个 送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第一医院呢 进行这个治疗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稍早的说法 第一时间的话 他先到那个红坑医院 做一些清理 包扎 然后按照病情的话 分送到各医院去 那昨天晚上的话 因为我们家属有的要求 那个病患要求说 希望到好的医院 昨天晚上有五位就临时就是申请转院 转到农岩市里 因为是那个是在快中 接近中午 货车那个游览车玻璃有破掉嘛 我们就从下面爬出来 然后就赶快去村民那些帮忙 把一些可以帮自行爬出来 就先自行爬出来 没有就叫村民把一些那个商者帮忙抬出来这样子 而目前呢 这个家属呢 他们会分别搭乘这个远东航空公司的这个班机呢 先飞到这个金门呢 再搭船到这个厦门呢 然后再前往这个当地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 这个第一批的家属当中呢 会有这个业性死者的这个家属哦 那么呢 会在这个国台办以及这个大陆旅行事的这个安排下呢 前往当地处理这个后续的事宜 那么有最新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为您掌握 以上是我们的节目